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 奥特曼的柜极玩具吧 看看这些武器都属于哪个奥特曼 又是怎么玩的呢 let's go 等等首先我们来看的 就是这个武器玩具了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里有一个卡的地方 是拴在腰带上的 然后呢 它是这个武器 玩具 它就可以进行召唤了 它是一个能量卡盒 里面拥有我们的奥特曼的融合卡 奥特曼可以从中拿出卡进行融合 它是欧布奥特曼的圆环收纳盒 接下来和收纳盒能一起使用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了 这是我们欧布奥特曼的欧布圆环 那它要怎么使用呢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按钮 看一下它两边的翅膀可以打开 还能发出音效呢 那让我们来试试吧 哇 它能发出我们战斗的音效 它还有一个缩小板 就是这个了 这是我们的欧布圆环内奥 这中心呢也有一个按钮 两边有小翅膀 这里也有圆环 按下它 快看 这里发出了五颜六色的灯光 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呢 那这是我们欧布奥特曼的召唤系列 那它的武器是哪一个呢 快看 就是这个了 这是我们的欧布奥特曼的欧布瞬剑 中心呢有一个大大的圆盘 快看能快速的移动 中心呢是很多的奥特曼的照片 选择奥特曼的照片和这里相对应就可以用其中的力量了 那我们后面呢是要放入我们的电池的 现在我们把电池放入一起来玩一下吧 进入之后按下按钮 看一下还有什么变化吧 哇是不是很厉害呢 它呢也是我们欧布奥特曼的武器哦 这四个是欧布奥特曼的武器套装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你们知道这是谁的武器吗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召唤器 它是一个手环可以进行召唤 这里是一个手环的绑带 那看这里有一个按钮 中心也有一个转盘 也是进行选择的 可以选择银行奥特曼 欧布奥特曼 还有赛罗奥特曼等等 那按下这个按钮 哇是不是超棒的呢 其实呢 它是我们的银河奥特曼的召唤手环 等等我们来看这最后一个武器玩具 你们知道这是谁的武器玩具吗 这是一个蓝色的大大的爪子 它是杰德奥特曼的杰德力爪 让我们拉动它 看看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吧 他可以帮助杰德奥特曼发出射线 打败怪兽 超厉害的 好啦小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的武器套装玩具了 有杰德奥特曼 银河奥特曼 还有欧布奥特曼的系列武器玩具 喜欢的话点击订阅吧 下期再带来其他的武器玩具哦 拜拜